在上面本來有一個TestView 那你這個地方的話 TestView上面給它一個ADTester 那這個ADTester裡面的話 你直接Key上字 或者是你用那個String的方式也可以 那這邊的話你就輸入什麼呢 Please make a Gature 就是在上面畫一點東西 那在底下的話呢 再放個什麼呢 放一個這個 一個Gature的一個overlay的一個物件 這個原件 那這個原件在哪個地方 特別注意 它的位置不在FoneWidget裡面 我先把它還原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它放的位置是在Advance 所以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Advance裡面呢 各位可以把這個地方看一下 這邊有個Gature Overlay View 把它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 把它放到最大 那屬性的部分要做哪些變更呢 它的寬度你就Match Palance 然後呢 Height也是Match Palance 就是跟那個Layout一樣大 OK 那這樣的話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在有一個屬性的地方上面呢 請你把它改成Vertical 這個地方的話呢 記得在這個底下 有一個屬性 我們把它改成Vertical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可以參考 四至五十七頁的上面 它也叫 什麼 Orient Orientation 它的方向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 這邊有一個屬性標籤 請你把它改成Vertical 不過我Try了一下 好像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改Vertical 好像也OK啦 這裡 不過書上有強調就是 要把它改成Vertical 因為代表不將垂直視為所視 避免與其他所視混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想我們還是把它改成那個 垂直的 把它改成 就是它的方向把它改成垂直的 OK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畫面就完成設定了 那名稱的部分 把它這個地方改一下 那這個名稱 因為TestView裡面 將來會不會用到呢 好像會用到 所以請你把它改一樣名稱 上面ID叫TestView 底下這個 也給它一個ID 叫做GatureOverlay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縮短 如果你不要這麼長的話 你把它縮短 不過FindView把ID的時候 要找得到這個名稱 OK 然後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把這個UI介面設計出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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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